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每个头痛患者都有自己的一个发作规律 平时需要注意观察总结,记录疼痛日记 还要注意少低头,多做需要养头的动作 改善睡眠,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等等 那有些疼痛呢,通过按摩或者是洗热水澡 或许就能消失 以下呢,为英国专家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头痛缓解方法 那首先呢,紧张性疼痛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附属医院头痛病专家 安鲁德·道森博士建议 此类头痛呢,发生之后不要急于服药 应该尽量采取一些简单的放松方式 比如像头部或者颈部的按摩,洗个热水澡等等 阿斯匹林和布洛芬呢,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但是不宜过量服用 那对于站立性疼痛 站立的时候感觉到头痛,可以伴有头晕 躺下之后呢,头痛的症状很快缓解 那北斯大福德军医院神经病专科医院 布伦丹·戴维斯博士也表示了 体胃性低血压和体胃性心动过速综合症 也可能导致头痛、眩晕或者晕觉 治疗的方法呢,就是经常喝水 注意滋事 一些患者呢,还需要额外的补充盐 以及药物的治疗 那对于经前疼痛,这类头痛呢,通常发生在月经前几天 持续两到三天 阿哈迈德博士表示呢,月经来潮前一周 服用激素类药物或者使用皮肤贴片 就有助于预防经前疼痛 那普通的止痛药,特别是布洛芬 它也有助于缓解 对于鼻痘性的疼痛 那阿哈迈德博士也表示了 止痛药和肋固醇、鼻喷剂 对于此类头痛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呢 还有一个是鼻磨牙性疼痛 那磨牙性头痛患者呢,在早上醒来之后呢 前几分钟会感觉到头痛 可以同时伴有耳朵和下巴疼痛 患者在睡前戴上牙套 可以有助于减少夜间磨牙 对于太阳穴、耳朵和下巴的压力 那严重的磨牙症患者呢 可能需要接受颌骨、校正手术 那对于止痛药性疼痛呢 如果经常疼痛 又频繁的服用止痛药 那这个频率呢 指的是每周服药两天以上 持续三个月 身体呢就会产生依赖性 一旦停药 头痛会立即复发 避免这种头痛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停伏止痛药 那从疾性疼痛 普通的止痛药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有些患者呢 反馈数码取痰 或者是数码取痰的鼻喷剂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那必须提醒的是 如果需要用药 都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